邓紫棋打死都没想到他会被苏有鹏攻击 2020年在某阴棕的舞台上 苏有鹏挤用一首歌让邓紫棋再度翻过 两个版本的泡沫 你更喜欢哪个版本呢 在2014年邓紫棋靠泡沫封城后 这首歌也成了他最不愿唱的歌 当初邓紫棋在写这首歌曲时 刚好经历一次分手 当时的他被邀请到洪馆拍演唱会 他也曾想邀请男友来观看自己的演奏 但令他都未曾想到的是 他的男友却直接拒绝来观看 直到邓紫棋在筹备第二场演出时 却惨遭男友的分手 最后在不到三天的时间内 邓紫棋便写下了这首泡沫来几点回音 而这还不是他最惨的一次 邓紫棋参集音宗时 所有歌手都被要求换歌 甚至节目组更是发文不换歌就换人 而当他得知真相后去无可忘记 我后来看的时候 原来洪老师根本就不是在说我 但是真相已经没人管 我又不是不会唱那些歌 我换歌我还是可以唱出 我是可以的